不差別殺人喔 大概都有恩怨情仇啦 有一個目的 有一個動機才是台南嘛 我們每個人比較沒那麼不料 每個人很多都比較沒料 所以您是覺得這下毒的可憐性不高 不大不高 我覺得應該不是 搬著食物中毒會... 會走到這麼問題 所以一定是不一樣的嘛 這跟以前不一樣 以前只是讓那個肚子 拖著就好起來了 這不是很囂張的 所以這一定有什麼毒 很強的毒素啦 我們一定要找電源 這個關係到以後 我們的外食主的問題嘛 大家吃著 騎著也怕死 跟以前的海洋風景一樣 去裡面都沒感覺 現在坐著就死了 現在大家怕對不對 水不有的不大家怕 所以相見的時候 相見的時候就是我剛才說的 我們一定要採取肝腎 衛內的血液去做培養 去做毒藥會的檢測 要出來我們就知道問題在哪裡 要改關啦 趕快去解決掉 這個是最大的問題 然後去問這個保齡餐廳 它到底用了什麼特殊的東西 譬如說我說 在大陸進口的 樓市麵還是什麼 有的沒有的特殊的產品 我有沒有 如果有就在那下手比較快 如果沒有的時候 就一定找到慢慢找到 然後再問問問 在大陸進口的 有的